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2013年神州10号搭乘着三位航天员 聂海胜 张小光 王亚平完成了载轨飞行15天 在载轨飞行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与天宫一号的自动交汇对接 和绕飞等多项实验也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那在今天的交接仪式上也有非常多的人士来参加 其中有一位就是神州10号的航天员张小光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航天员张小光老师 小光老师您好 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招呼 这是什么媒体 央视新闻 央视新闻 观众们你们好 我是神州10号航天员张小光 小光老师 我刚才注意到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 您其实是第一个和这个返回舱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合影 刚才在这个刚碰到小光老师之后呢 我也问了他为什么会一定要和他合影 然后您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您实现梦想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您来说也算是一位老战友了 虽然过了七年的时间 我觉得对于您来说一定非常难忘 那今天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能不能请您带着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一起 带大家近距离来看一看返回舱 好吧 好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是神州10号返回舱 城主成员内海胜 我和王亚平 这次神州10号返回舱 陈列在烧山 这对我来讲非常非常激动的事 刚才在进行节目仪式的时候 我一直留恋不舍 轻轻地抚摸它 轻轻地感受它的温暖 因为对于我来讲 从当宇航员的那一天起 其实我用了15年的时间 才得到了这样一次的飞行任务 俗话说天上地一天 地上一年 我真正地用15年的努力 换来15天的飞行 真可谓人间万事出间心 说起心里 到新的位置 每次抚摸这个舱的时候 我都是历历在目感受一心 这次神州10号返回舱 来到我们烧山 陈列在烧山 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可我觉得应该就是 中国的载人航天精神 是在毛鲁锡 为大领袖毛鲁锡 及老一辈五点阶级革命家 他们开创了中国两弹一星的未来 也奠定了航天事业的基础 神州10号返回舱 陈列烧山 可以这么说 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神 和伟人故里的红色文化 是深度拥合 也贯彻执行了 习主席所说的 红色资源利用好 红色传统发扬好 红色基因传承好 都只是精神 所以这次落户到 神州10号防卫舱 陈列到烧山 不惊我激动 我会把我们称呼 林海盛王亚平 我会告诉他们这样的感受 我也告诉我们 到目前为止 中国航天塔队 上太空的11位英雄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这个红色资源 该怎么利用 为什么我们这个返回舱 要落户到烧山 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发扬 我们中国人的那种 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伟人的思想照耀下 在伟人的光芒指引下 我们才有今天 今天来看 中国的航天视野 取得了几次瞩目的成就 也让世界为之惊叹不已 可我真正的这么说 神州10号防卫舱 落步到烧山 也秉承了伟人的精神 其实我们看这个小光老师 刚才在这个 给我们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点 我印象特别深刻 您一直在抚摸这个返回舱 而且您告诉我说 它是有温度的 那我想今天实际上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可以通过直播 让我们央生新闻的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正在这个新媒体端进行直播 然后这个我们今天 其实也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通过这个直播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 来看一看这个返回舱 那我觉得您肯定是 非常了解这个返回舱的 那请这个 对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一下 就是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观众 在这个看这件展品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是在飞行过程当中 留下的这个痕迹 我看到有一些这个 灼烧的痕迹啊 包括这些 那个我希望我们这个舱 这个放到我们 毛主席纪念馆的时候 需要一个 一个多媒体形式的 对这个神舟飞船 有一个详细的 包括我们可以绕着它 来走一走看一看 是 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这个 这个返回舱陈列的 那个陈列馆的时候 就是那个纪念馆 我们需要做一个多媒体这样的 用一个科普的形式 还有我们的讲解员 要把这个整个飞船 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对老百姓科普一下 整个神舟飞船 实际上它只有三段组船 这只是中间回列的返回舱 这也是我们的驾驶船 其他下面我们叫推进舱 外边叫 上面叫轨道舱 都是工作的地方 返回大气舱 这不可能他们回来 就这个就回来了 包括这个 我看刚才 就是您在这个合影的过程当中 也很仔细地去介绍了它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当时 这是舱门吗 这是降落伞 这是降落伞 而且这是备份 主伞长在这 航空员从太空返回 它是需要一个动态的过程 整个飞船要将近九吨 不可能都回来 所以我们就用防空船 防空船回来的时候 它是由空气动力来进行设计 来进行控制的 我们叫生力式返回 那么你们看 这一段烧得非常糊 这块是吧 那那边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在电视直播经常 你们看到一个词叫黑炸 实际上这个飞船 它是按照这个 那个大底在前面 这个大头在前面 这个是中型的 这个在后面 这么飞行的过程中 这底也是迎风面 就是这边 等于因为这个是迎风面 就是迎风面 所以它的烧灼痕迹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 然后另一面呢 它就是上面 它就相当于轻 你们看啊 这个就是仿生雪 这个六冷体结构 这防热的效果来讲 这是最好的 这些呢 都是我们这个旋窗 这太空中通过旋窗 可以观察宇宙和地球 当时实际上 您也坐在这个返回舱里面的时候 也是通过这个旋窗 看到了外面 对 这是一方面 其实在太空中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它 根本不需要 我们有一个天空一号 我们对 我们那个神州十号任务 主要是训练 自动和手动的 手控的 交汇对接 也同时训练 我们那个对 某个航天器进行绕飞 都被将来打击出来 对我都很专业了 但是我们搞了一个科普 叫太空课堂 也叫太空授课 这个是局势组 我们那个组合体 我们叫组合体 就是对接完以后 在天空一号 我们在斜前方 有一个很好的旋床 这个旋床 它观察是有限的 大家都坐过那个飞机 飞机那个旋床 实际你看不到下边的 对 只能看到那个方向 等于它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 它是有限 有限 看着还是不要远 但是总体来讲 它也是观察外面的 这里有很多城 我估计这个都是你们 这个现在可能 对有点遮住了 而且还有一点 非常直观的 它的这个高度是2.6米 然后它的直径是2.4米 对 然后我们现在 其实站在它的旁边 我们看到它本身 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刚才也给了 小光老师一张这个照片 就是当时三位航天员 在这个返回舱当中的 这个场景 这个就是我们指定长 那还是 这是太空老师 王远博 等于其实三位坐在里面 本身其实 这个2.4米的直径 三位坐在里面 刚刚好 而且它那个状态 都是全着腿的 实际上还是很辛苦的 对 而且我记得刚才 在这一开始的时候 您提到了 这个返回舱 来到韶山 做这样一个展览 您也会和这个 聂指定长和文雅平 跟他们来带一句话 来说说您今天的这个见解 那在今天 我们的直播的最后 我想问问您 如果回去 跟这些您的航天员同事们 或者英雄航天员们 您对他们想说些什么 我真的想说 第一 我想对海盛 亚平说 我说咱们神州十号的返回舱 落户为人故里 烧山了 同时我还想跟他们说 我们的任务 神州十号任务 和领袖九天 揽月 紧密的相连了 由此 我们广大的中外游客 来到烧山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三个人的名字 为我们 执行神州任务 神州十号任务 感到自豪 好 特别感谢小光老师 今天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 那也请您先去这个 往下一个行程 谢谢您 那在刚才的直播当中呢 这个小光老师 带着我们围绕这个返回舱 转了一圈 其实也分享了很多 他在这个 他在执行神州十号 发射任务当中的一些这个见闻啊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返回舱 将在明天也就是12月26号 正式的在纪念馆当中展出 那我们普通的这个网友和公众 要想要参观到这个返回舱 应该怎么样去看呢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来了这个纪念馆的讲解员 来跟我们来这个讲一下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纪念馆当中 去看这个展览 有请 你好 先这个自我介绍一下 跟样式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样式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韶山毛泽东 同志纪念馆的讲解员李英 您好 那这个我们知道啊 其实这个返回舱 在今天是正式举行了交接仪式 但实际上呢 它是12月18号从北京起运 12月20号也就是五天之前 它抵达了韶山 那现在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播画面来看一下 返回舱抵达韶山时候的情况 那在此过程当中呢 也请您啊 为我们介绍一下 明天就正式的展出了 那我们普通的这个公众要怎么样来预约参观呢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详细的了解和参观神舟10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能够充分的感受一下载人航天精神 那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呢 是专门在我们的生平展区的基本陈列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第九部分展览区域 增设了一个特别展览 毛泽东和新中国航天科技建设 那么大时候呢 12月26日这个展览会正式的向公众开放 大家在那里可以近距离的来观看神舟10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届时大家只需要在微信搜索天下韶山公众号进行预约 然后凭借预约码和健康码尽管参观即可 那也就是说再给大家画个重点 你刚才说微信搜索天下韶山 通过微信搜索这个天下韶山公众号进行预约啊 就可以进行这个观展 那实际上很多这个网友也非常好奇啊 这个神舟10号返回舱实际上在国内也进行了非常长期的展出 那这一次来到韶山 我们这个展览馆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来迎接他 或者说我们在展览当中将会为大家呈现哪些内容 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韶山呢是毛主席的故乡 那么毛主席也一直是非常的关心和重视 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 早在从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 毛主席呢就率领中国人民 对进行了这个艰难的太空之落的探索 并且呢在他的决策和指导之下 当时这个国务院还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 并且呢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这个基本的规划 而且毛主席他本人呢其实也经常通过自己的诗词作品来展现自己对太空的这个探索 例如他在西律宋温神一词当中呢就曾经用坐地日行八万里 循天遥看一千河来描绘地球和太空的这种互动 包括有一个我们特别熟知的诗词叫上可上九天揽月 实际上这个表达的也是航天的这种豪情壮志 对吧 也是表达了毛主席对于这个人类中国人民探索太空的一种宏愿 那么尤其是看到了西方国家在太空探索上取得的这个成功 毛主席呢也更是产生了这种指针朝夕的紧迫感 他指出呢科学技术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 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甚至呢他还发出我们要搞人造卫星的这个豪言壮语 之后在毛主席的决策指导还有规划下 中国从自主研制航天器到我们的这个火箭发射 再到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上空 中国人是一步步的走进了这个太空 那么在之后经过几代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不断的努力 2003年也就是在毛主席做出可上九天揽月这个预言38年后 在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 神周五号发射成功 那么在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 这个神周十号又发射成功 那么今年呢是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神周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能够来到伟人故里 可以说也是告慰了毛主席的 对毛主席老人家的一种告慰 同时呢大家在韶山在这个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不光能够感受红色文化 还能够感受我们的航天精神 没错 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们都知道韶山其实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包括我们在刚才采访这个航天员张晓光老师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其实航天精神和红色文化 是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有机的融合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对于这个神周十号返回舱的一个参观 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和融合 与此同时呢就像刚才我们在讲解当中所说的 曾经上九天揽月的豪情壮志 通过这个航天人一代一代的努力变成了现实 那如今呢这个神周十号返回舱来到了韶山 也希望更多的公众呢能够在参观当中感受到这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那也特别感谢您今天对我们带来的讲解 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探访啊 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在最后呢还请大家通过一段小片来回顾一下 神周十号在青年前的发射历程 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探访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大家注意到 在科研人员的精确控制下 神周十号飞船经过多次变轨 在十三号上午十点四十八分 向天宫一号逐步靠近 十三点十一分 神周十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环接处 那么完成交汇对接后呢 航天员内海胜和航天员张小光呢 已经进入了对接通道 在等待天员下达命令 开启天宫一号的大门 打开实验舱 前送人进入目标飞行器 那么天宫一号是 我国自主原制的这个目标飞行器 能够有这样一个空间 来进行太空实验 是非常宝贵的 那么我们女航天员王亚平呢 现在也进入了天宫一号 有问题感觉怎样 感觉要好 天宫第一晚 航天员睡眠冲 十四号上午 航天员拆除了天宫一号 内部的软质地板 扑设了新的硬质地板 和新的线维装置 现在我们是在远离地面三百多公里的天宫一号内面舱里面 这次它不翻滚了 而是转动着向前走 非常的有意思 现在硬直的陀螺 在这方式来收拾它 现在我们一点一点地往水墨上加水 你们看这个水球 像这样一个后地 透过它 你们还可以看到我的倒影呢 8点26分 航天员手动控制神舟十号 与天宫一号 实施分离 航天员手动控制神航 根据北京下行遥队数据牵尸判断 天空飞船这些机构捕捕 索紧正常 手动消费地坚正常而行 谢谢大家